是否很需要是沒有功能 因為我怎樣去跟別人說 當作一個project的時候 我需要問他有些東西 你自己是沒有實際的用途 但你還擺在那些東西看著它 這件object 是 purely for looking Guess all 這個在一個美學 某程度上 跟我們十八世紀後出現那種fine art 是同一件事 雖然沒有function purely for looking 但就算 purely for looking 也有其他原因 不只是因為美、風格 這個展覽過程 例如有些社會學的意見 是甚麼意義的 那個就是 其實反而藝術化的生活會更多 其實我一回來就是 很想指出一件事 就是我說 在社會裏面有很多人做不同的藝術 包括抽象的東西 包括到小朋友畫的畫 其實他們每樣都有同樣的價值 我們都嘗試套戶 我們都嘗試套戶 如果決定說美、個人表現 那就是一種價值 但如果作為 譬如說 賞心願望 作為發洩 這都是社會價值 這都是社會學的 這個和社會學的 和社會學的 跟社會學的 和社會學的 在社會學的角度去看 在這個時間 他們的價值是相互的 那這種展覽在藝術空間裏做這張展覽 很重要,這也是我之後所面對的挑戰 藝術化生物之後,如果決定從一個sosciological approach 不需要創作者,每次開放畫老闆就行 另一個問題是,我也受到挑戰,包括握新的挑戰 他們請我來,因為那個機構有一個傳統 他們傾向藝術品找我,他們所服務的對象 是一群這樣的人,有這樣期望 去選擇我們,因為我的知識在這個區域 在這個情況之下, nothing wrong,不要 misunderstand 這類美學、風格, nothing wrong 我只不過想強調,有好一種看東西的方法 這個展覽亦都是試圖展示了很不同的其他area 我們一直是ignore了它,甚至當它是很低層次 對一些不懂藝術的人講anti-art,會不會有這種問題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講anti-art就會有問題 因為你是用一個完全跟他們隔離的語言去講它 你真正側了terminology,跟它差十萬八千里 你跟它講下去,這些是藝術,那些都是藝術 你有同樣的價值,不過你的價值跟那個價值不同 那個function expectation都不同 我很想求求就是,我講過一句 很壞的藝術,我自己是搞不清的,坦白說 我很多時候問反應就是,是meaningful What is meaningful art? 就是What is good or bad art? 當那件藝術品能夠對那個人的生活、生命 我喜歡處女的社群,產生一個dynamic,產生一個meaning 這就是一件有意義的art That's where I'm concerned 這個也是我最關注的問題 一個藝術民主化,一個藝術的定義 一個opening up,一個社群藝術 即是你見這些展覽,其實做下去的那件事 其實我當時寫了一篇文件在想 我們還需不需要用藝術或者藝術品去frame這些 不需要一定,但是在封面,Why not? 我們為何要將它神化了? 正正我想問的可能就是 策展人的角色在這些show開始出現的時候 正正說回藝術的定義的話 其實這是一件很精英化的討論 你可以這樣說,一方面精英化討論 另一方面也是將來拆解的過程 能夠將來拆解其實是一種很精英的行動 但另一方面,在過程裏面也是 make it more approachable 反而到最後就是那個result 是怎樣 如果result 是出來那些觀眾appreciate 那些借出來展覽的人很開心 覺得有一個communication process過去 拆不拆解的concept不重要 因為對他們來說,拆解是你們的層面的人去處理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享受的 experience 我覺得任何一件事件都有很多程度 關於拆解的東西就是讓你們去理解 對他們來說,當然有一個平反 大家這些東西都可以在這裏 因為是一個很開心的經驗 That's fine 其實藝術化生活和生活化藝術其實沒有甚麼分別 所以,那一個展覽就是藝術化生活 那一個展覽就是藝術化生活 就是藝術化生活生活化 當時我叫藝術化 那意思就是藝術化成生活 就是藝術化成生活 就是,不是說將它 是 是 是 它會生活化成藝術化 都可以的 有一些問題我正在想 就是 你後來寫例如家居藝術館 你就可以把那些物件的故事 說出來 但是,這些展覽會搬到一個展場裡 其實是沒有了 是沒有了的 其實這個只不過去 帶出一件東西出來 就是 有一些很 intimate 的 personal 東西 在這裏 當然展覽場館的功能 在這裏 我沒有可能帶每個人去別人的家 當然,最好就是 回到家 逐一看它 看整個 environment 人的 history 你看到最好 但有些東西你真是做不到的 博物館 藝術館有傳授的必要 因為它是 能夠很 massive well organized 帶很多人來 而且可以集中傳媒 一次過看完這些東西 你要 recognize 它的功能在哪裏 但你都要 recognize 它的 limitation 這是原實 看我聽 想起 Borrigoyers 角 經常講的 definition 就是 Outside 和Inside 的問題 拉開了去說 通常都有兩面 有好處有無處 你放在一個 一個 distance space 可以create certain isolation 你可以look at it without being disturbed 但兩方面 都是有個無處 就是沒有了 contextual part 但是 但是 都是 Museum space 是highlight的東西來的 每個人說 突然間我放在那裏 people take it seriously 他們會study 這件事 concentration 但如果你在海域 那人家的房間 你不會這樣看它 你自己有沒有造型 這個展覽有什麼心得 或者覺得有什麼回應 經過的東西 是深刻一點的 其實一直有很多東西發展出來 在想著 他心得就是 沒有什麼人理這個數 反而這個數出來之後 Susan Burmos 請到Canel 講這個數 但香港人一個人沒有提 哈哈 哈哈 這樣啊 這樣啊 都很ironic 這個都很典型的 香港的 因為你做一些show 反而外國人 會覺得很有趣 那策展 那時候的氣氛是 這種是否很conceptual 不需要很多策展技術 而是真的 這個是我做賊車 沒有多久 這個可能有好處 就是因為 沒有任何的傳統 沒有任何的hang up 我去就 那個不好處就是很孤獨 那個好處就是 其實空間很大 可能因為我不是 做賊車人出身的 對 同時我都講過 因為我自己是 加勒背景 我不是很信賊車人 這樣 有好處 但是當然 你一方面 都要做很多說服功夫 但是 是要說服阿森特內部 和贊助商 說服到他 那中間都是有困難的 文化界當時 基本上就是沒有反應 David Clark的國式 是 David Clark和很close 我們其實這個想法 很多時候一起 discuse and work together OK 有沒有開馬會 沒有 我願意 開馬會 可以 可以 對 你 你 選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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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